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概括所有绝症的病机 那么所谓阴阳气不相瞬间 是指的阴晶阳气 人体的阴晶阳气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 而不能够营养四肢末梢 这就叫阴阳气不相瞬间 或者是阴晶阳气的不足 或者是病理产物的组织 或者是气机的愈恶 使阴晶阴血或者阳气 不能外大于四末 这就叫阴阳气不相瞬间 这就是造成手足觉冷的基本病机 在山寒论中 我们学过的觉症 主要有热觉 寒觉 热觉是热血内浮 热血内欲 是阳气内欲而不能外达 造成的手足觉冷 他以先热后觉 见觉而热不退 热身者 觉身者热以身 觉微者热以微 为特点 对热觉的治疗 理热未诚实的 我们用清法 理热已诚实的 我们用下法 清法用白虎汤 下法 山寒论没有提供方子 我们主张用大柴虎汤 寒觉实际上是哨阴病 是哨阴真阳栓微四末失温 我们可以用私逆汤 通脉私逆汤等等 白虎汤也是治疗寒觉的 血须汤觉 是指的干血不足 复受外汤 手足觉汤 脉性欲觉者 当归私逆汤组织 治疗用当归私逆汤 阳血通经散汤 水族未阳至觉 是未须水停中焦 水血阻厄中焦阳气 所造成的觉冷 治疗用芙苓干草汤 温味化饮 消水 痰阻凶阳之觉 是有形痰灼组织胸中阳气 是阳气不能外达 治疗用瓜屁伞 拥固弹食 七一作觉 建于哨阴病片 那是哨阴阳气内郁 而不能外达 治疗用私逆伞 疏干解郁 疏达玉阳 除此之外 我们也提到了 藏觉和回觉 藏觉症 是五藏六腑的 真阳向火衰竭 不仅手足觉冷 而且全身皮肤都凉 其人造物展安时 出现了一派 阳衰阴圣 真阳王爵 正不圣邪的表现 抑后不良 至于回觉 是上热下寒 回冲中阻 阴阳气 不相顺接 他的临床表现 以时凡时止 得时而凡 须于复止 在烦的时候 可能会见到 手足觉冷 治疗用五梅丸 或者五梅汤 这是山寒论中 以绝阴病片为主 涉及到少阴病片 谈到的绝症的治疗 这些绝症 我们在临床上呢 都可能见得到 要把这些 绝症的政治的内容 能够掌握 我们说 节音病片 附入了 欧语下吏 觉历欧语 这么多内容 绝症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看下吏 请大家打开讲义的 二百零四页 看原文的三百五十八条 伤寒四五日 府中痛 热转气 下屈少夫者 此欲自立也 这个趣味的 在这里 和那个趋 是同趋 趋势的趋 其实 这就是下吏的先兆 我们讲一上的提要说 欲做自立的先兆 不如把那个欲做去掉 就是自立的先兆 其实 这就是描述 要拉肚子之前的 一个自我感觉 一感到肚子疼 同时感到肚子咕噜咕噜 不想由气往下走 那可不得赶快上 卫生间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条文 你说它是须寒下吏 它也是这样 其实呢 湿 湿 湿热下注的下吏 它也是这样 肚子一疼 咕噜咕噜 气往下走 湿热下注的下吏 它也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下吏的前兆表现 就是由气下驱哨浮 这一条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看371条和373条 决因湿热下吏 热力下注者 白头翁汤主治 下力与饮水者 亦有热固 白头翁汤主治 这两条原文 提到了白头翁汤 其实白头翁汤的适应症 它放到了绝因病片来讨论 柱家一般认为 这是一个干净湿热下破大肠 那么既然有湿热下破大肠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里极厚重 大便浓血 腹中疼痛 可欲饮水 这四个症状 其中里极厚重 是典型的湿热下注的表现 这个症状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几次 火性极暴注下破 火性极暴注下破 所以有里极 一有变异 他就控制不住 他就支脚里极 因为他是湿热下破大肠 湿为阴邪 重着粘质 湿为阴邪 重着粘质 所以他又下重难通 下重难通 困难的难 更何况 湿邪容易拥恶气机 气机不畅 也是造成下重的一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后世至湿热下粒 加上木香 这叫停气的药呢 所以湿邪本身重着粘质 造成了下重 湿邪拥至气机 气机不畅 这也是下重的原因 有一分里极 就有一分热 有一分下重 就有一分湿 这是后世一家的认识 湿热腐破雪落 为什么有大便浓血 湿热腐破雪落 所以他有大便浓血 湿热凝脂气机 湿热凝脂气机 所以他可以有腐中疼痛 湿热论371条 373条 都没有提到腐中疼痛 这个症状 但实际上 湿热下粒 都有腐痛 这是湿热凝脂气机 所造成的 还有个症状 就是预饮水 我在这里为了把它变成四个字 写了可预饮水 湿热原文上是预饮水 这个预饮水 的病机 一个是因为湿热护结 今夜不化 湿热护结 今夜不化 再一个因为 有热 热胜伤筋 热胜伤筋 所以他有口渴 这样的话 三阴都有下粒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三阴下粒 它们的特点和区别 大便西堂 自立不可的属太阴 你看它的大便的性状 是大便西堂 它伴随着的症状 是不可 我们是用大便的性状 和可和不可 来区别三阴下粒 大便西堂 自立不可的属太阴 治疗用里中汤 父子里中汤 私逆汤 一类的方子 下粒清骨 自立而渴的 大便的性状 是下粒清骨 伴随着 可和不可的问题 是自立而渴 下粒清骨 自立而渴的属哨音 治疗用丝腻汤 补命活 补肾阳 来暖皮土 绝因下粒的特点 是里极厚重 大便浓血 它大便的性状 是浓血便 里极厚重 便浓血 可遇饮水 可遇饮水 这个口渴的 这个可遇饮水 和少阴病的自立而渴 相比较 这个口渴就会严重的多 不像少阴病的口渴 是洗热饮不多饮 那毕竟是阳虚 气化十四 筋也不生 筋也不化 湿热下注的下粒 可遇饮水 甚至可以洗冷饮 它有热 肝精湿热 下坡大肠的这个下粒 祝家之所以强调 这是肝精湿热 下坡大肠 是因为这两条 放在了 绝因病片来讨论 实际上这两条 我们在临床所见的就是 它就是个大肠湿热 不一定涉及到肝 这就是大肠湿热 不一定涉及到肝 所以当我们临床上遇到 这个急性细脊性粒脊 或者急慢性的阿米巴性粒脊 有里脊厚重大便浓血 你就直接可以用白头红汤 来清理大肠的湿热 不一定要和肝精来联系 这是我们在临床用白头红汤的时候 只要是大肠湿热 大便浓血 有里脊厚重的 你就可以用 它是急慢性的 细经性粒脊也罢 它是阿米巴性粒脊也罢 它还是溃疡性结肠炎也罢 只要有里脊厚重 大便浓血 浮中腾重可以饮水 这四个主症 你就可以用它 临床用的时候 可以口服把汤药做成煎剂来口服 也可以做成煎剂过滤以后 温度合适的时候来灌肠 有的人他不愿意口服 或者一些特殊的小孩 他愣是拒绝吃药 那你给他按在那灌肠 也是一种方法 或者病气比较重 上面口服下面灌肠 都有很好的疗效 白头翁汤是治疗湿热下力的一张明桑 它由四个药所组成 白头翁是治疗湿热下力的药药 重要的药 下面的黄莲黄柏 清热造湿 也是治疗热力的重要的药 清脾苦寒入肝 有清湿热 凉血的功效 清湿热凉血 清脾略有一点色性 我在临床用这个方的治疗湿热下力的时候 常常要加麻屎线 这个麻屎线也罢 还有我以前的课提到的蒲公英也罢 清热解毒 清热力湿 它不伤胃 所以麻屎线我们可以让病人采了新鲜的 开水焯完了放上佐料拌菜吃 治疗慢性力气光有麻屎线一味就有很好的效果 有外地的一位县委书记 每年到了夏季 他这个慢性力气就复发 反反复复有五六年的历史 后来他来北京说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弄一个东西 让我就是说很方便的 长期的吃一顿 让你力气不要再发 我说很简单 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 你就发动一些人去给你采麻屎线 放在被阴的地方阴干了 被阴通风的地方阴干了 你把它做成粗粉 那个东西很难打成细粉 因为它纤维素比较多 做成粗粉以后 你到了秋天冬天 从秋天开始吃 就吃这个粉子 一次暖上的三到五克 一直吃到第二年夏天 看怎么样 这么吃了半年多以后 立即从此不再发作 所以麻屎线是一个治疗 立即的一个很好的药 我在用白通风汤来治疗 立即的时候 总要加麻屎线 药房的麻屎线是干的了 我们最少用三十克 最少用三十克 如果是急性立即的话 可以用到五十克 我们综合查了一下 关于白通风汤 临床应用的文献 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有人用白通风汤来治疗 目尺肿痛 你说目尺肿痛和 吃热下力 那插到哪儿去了 治疗眼睛的病 有人用它来治疗 净淋巴结合 或者净淋巴结盐 有的用它治疗 急性乳腺炎 有人用它治疗 泪软骨炎 还有人用它治疗 盖状泡枕 也有人用它治疗 肝炎 还有人用它治疗 泥尿器感染 急性盆腔炎 急性前列腱炎 这就是对白通风汤的 临床的扩大应用 这些症候 没有一个是 抵及厚重变农学的 它是通过什么途径 什么思路 可以用于这些症候呢 这都是肝经或者肝脏的问题 这些部位都是肝经所过 肝经莲母系 肝经过两期 肝经过颈部 肝经不凶邪 肝经敌哨腹落阴气 这些病症 你只要辩证 属于肝经湿热的 都可以用 白通风汤来治疗 这又是抓病机 扩大经方 又用范围这个思路的 临床的应用 当然在治疗 这些病症的时候 你比方说 目尺肿秤 急性结膜炎 那你要适当的 加上一些 治疗眼科的专药 急性净淋巴结炎 那你也要加上 一些软间散结的药 要适当的加减 所以这个思路 在我们临床上 是常用的 扩大一个补方 临床使用范围的 一种思路和方法 这是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的 下面看374条 下例沾余者 有造食也一小盛气汤 这个下例 是造热下破所造成的 造热阻结可以有不大电 造热下破可以有下例 就是造热内剩 逼迫这个肠叶大量的分泌 这就出现了下例 造热下破所造成的 既然是有造食 那就用小盛气汤来卸下 来通电 我们提过的一道题是说 下数哪个方子可以致下例 作为一个开行题 我们列了小盛气汤 有的同学就没有算 小盛气汤的可以治疗下例 他觉得小盛气汤是通电的 怎么能治疗下例呢 实际上小盛气汤致下例 是指的造热逼迫肠叶下泻的 这种下例 詹语是阳明造热内剩 阳明造热寻精上老心神 是新主炎的功能失常所造成的 这个我们在阳明病片 已经讲了很多了 也就是小盛气汤的适应症 可以有下例 关于湿热力和热力 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的虚寒例呢 实际上就是烧阴阳虚 火不暖土 腐术无权的那种下例轻骨 这个366条 你看中间身有微热下例轻骨 这个下例轻骨就是火不暖土所造成的 而这个病人呢 有点阴盛阁阳 阴盛带阳的临床表现 这一条呢 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370条 下例轻骨 里寒外热 汉初而觉者通外思逆汤组织 这也是个阴盛阁阳症 这个下例显然也是一个火不暖土的下例 翻过来372条 下例辅障满 身体疼痛者 鲜温七零 奶公七表 温里一丝逆汤 公表一贵之汤 这是一个李薰涵的下例 又兼由太阳表症 表症的特点是身疼痛 我们本着虚人伤寒 见其中的原则 应当先补理后解表 这是很重要的 这条大家一看就都明白了 364条 下例轻骨不可公表 汉初必账满 这实际上是说 里有下例轻骨的虚寒症 外又有表症 你不能够先解表 强调不能先解表 我们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发现下例 有热力 有寒力 有实症的下例 有虚症的下例 是两极转化 或寒或热 或虚或实 这正符合 菊因病的特点 不是两极转化吗 下面我们看辩偶 欧语 原文378条 干欧醋咸墨 头疼者 乌珠鱼汤煮之 这里讲的是 干含饭味 浊阴上腻的政治 这条也是一个 要求贝的一级重点条文 这个干欧是干含饭味 干味两寒 为其上腻 干含饭味 干味两寒 为其上腻 这个吐咸墨 是干味两寒 饮邪不化 水饮的饮 干味两寒 饮邪不化 这个咸墨 不是从胃里吐出来的 而是从口腔中 自己生的 所以有的人说 他既然干欧 怎么还能吐出咸墨呢 这个咸墨不是 胃里吐出来的 而他口腔中 大量的分泌 清晰的唾液 有一次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在301医院 做完食道癌的手术之后 他出院了 来找我 他就 手头呢 就拿那个喝水的杯子 但是他不是喝水 一会儿就吐唾沫 一会儿就吐唾沫 杯子里又半唾沫 半杯子的唾沫 就是清晰的唾液 不断的唾 我说唾液 在中医的书里 把它叫做神池水 神仙的神 水池子的水 池 神池水 上池水 上下的上 把这叫做金金 把这叫做玉叶 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你看金金玉叶 神池水 上池水 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你怎么全吐掉 太浪费了 说这是人体的金叶索化 当时我这么给他说 说那应该怎么办 我说我告诉你 在古代的传统养阴的功夫里头 他有寇齿 脚海 验金叶 长期练这个吞金的功夫 这是一个养阴的功夫 真是灌溉脏腹 如润四肢 清身不老 面色红润 谁想美容 你就练这个功夫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在焦虑紧张的时候 他唾液分泌减少 一个人在讲课表演的时候 说两句话 就要端起杯子喝一口水 说两句话 就要端一个杯子喝一口水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没有放松 身心没有放松 唾液在分泌减少 所以他并不承认他 说我放松了 其实他的老喝水 就说明唾液分泌减少 只有在情绪紧张的时候 唾液分泌在减少的 所以我常常把唾液分泌的多和少 看成是这个人 是不是真正的做到心身放松的一个客观指标 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放松 那你就看看你是不是长口干 像我们一年菜谱 就哈拉的满口 这个一讲课 弄不好就唾沫星的乱飞 那这个老是放松的 我给我的同学 谈完了津津玉叶的好处之后 他说这么珍贵的东西 那我别吐出来 回去验吧 两天以后他来找我来了 他说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验了一天前后就是冰冰凉 前后像一个大冰驼子一样 这个时候突然恍然大悟 对我这个同学 食道癌手术之后的这个同学 他分泌大量的清晰的唾液 这不是津津 不是玉叶 不是神吃水 尚吃水 而是什么呢 寒饮不化 是病离产物 是单位两寒 饮邪不化 他才分泌到这样的 阳部射阴 他才分泌到这样的大量的寒饮 你看看 有时候你不遇到这种事情 你真以为所有的唾液都是好的 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别演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吃药吧 吃什么药 呼猪鱼汤 吃了一个星期 唾液分泌减少 不用再随身带这个水分唾唾沫 吃了两个星期 不唾唾沫了 当然治得了病 救不了命 他这个隐邪不化的症候 虽然缓解了 他毕竟是食道的肿瘤 又过了大概半年 我这位小学的同学 就因为肿瘤的多处转移 就大行西去了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遇到一个吐咸沫的人 那就判断他是肝胃两寒 隐邪不化 实际上吐咸沫 可以是少阴肾阳虚隐邪不化 可以是体阳虚隐邪不化 可以是肝胃两寒隐邪不化 就吐清晰的这个咸沫来说 这在山河论都有描述 我们在前面少阴病片 讲到孙力汤的适应症的时候 曾经提到孙力汤的另外一个适应症 可以温化胸中的寒淫 你怎么知道胸中有寒淫呢 那个病人也可以经常吐清晰的唾液 那你怎么知道吐唾液是肾阳虚啊 你从全身症状来看 而我们378条 这种吐咸沫 你怎么知道是肝胃两寒呢 也是从其他症状来看 特别其中有一个头疼的这个症状 觉音肝经的头疼 它的疼痛的部位是在癫顶 为什么是癫顶痛啊 因为是足觉音肝经和督脉交于癫顶 后头部疼痛的是太阳经受邪 前额疼痛的是阳明经受邪 天头疼的是少阳经受邪 其他阴经都不到头 所以其他太阴 太阴病没有头疼 少阴病没有头疼 在诸多的阴经中 足阴经中 只有足觉音肝经 和督脉交于癫顶 所以当觉音肝经的寒邪 着阴邪气 寻经上扰清窍的时候 可以出现头疼 头疼的部位是在癫顶 头疼的发作时间 常常在深夜 因为是甘寒 阴寒的症候 常常夜间发作 血分的症候 常常夜间加重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你看那个 我们在座的有北京 宣武中医院的同学 这个同学 宣武中医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科室 那就是脉管炎科 所谓脉管炎 是动脉血栓 形成以后造成的末端的坏存 这种症候 疼痛 你要这个病方 受到这样一个病人 夜里其他病人就别想睡觉 夜里疼得他叫 大度能定来止痛 到了白天 他倒睡得呼呼的 为什么夜间重 就是因为他带血分 他带阴分 病变带血分 病变带阴分 我们现在谈到的 乌珠鱼汤的适应症 它是一个单位两寒 着阴寻经上扰经教 是自然界阴气最盛的时候 他最容易犯病 所以夜间疼 我遇一个病人 他那个床 这个床头那儿呢 放这个木头 一个木头 木头箱子 那个箱子上一大片漆没有 他的孩子告诉我 这是他爸爸夜里头疼 拿脑袋撞这个箱子 这大片漆都会撞到脱落了 那个箱子就会撞到一个坑 头疼了那么多年 十来年的头疼 用无助于他 也就是前前后后吃了一个月 他这个头疼就好了 所以上述三个症状 单有肝殴 可以用无助于他 单有吐咸沫 可以用无助于他 单有颠顶痛 夜间重 可以用无助于他 见到任何一个症状 我们就可以用无助于他来治疗 无助于他的适应症 我们在《沙寒论》里头 遇到过三次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 第一次是在阳明病片遇到的 说尸骨欲殴属阳明也 无助于他主之 得他反惧者属上交也 还记得吧 那是阳明 为家须寒 受那乌全 受那乌全 所以一吃下 他就想吐 但是他没有吐出来 如果要随口就吐出来的话 那是胃热了 所以受那乌全 事故于欧 第二次 是我们在《少阴病》片遇到的 说《少阴病吐吏》 手足逆冷 手足逆冷 烦躁欲死者 无助于他主之 我们在讲他的病机的时候 说他是胃加虚寒 胃寒气逆 剧烈呕吐 造成的人体的生降逆乱 生降逆乱以后 就导致了阴阳气不相瞬间 而一时的出现了手脚发凉 在剧烈呕吐的同时出现了手脚发凉 因为剧烈呕吐 气机逆乱 所以这个人痛苦难耐 表现了烦躁欲死 你看那个小孩子 得了急性未尝炎的时候 在呕吐的时候 那不是辗转反侧 坐卧不宁吗 家长拿手拍一拍后背 一方面告诉家长在旁边 你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实际上就是对他这种痛苦难耐 进行一种安慰 现在绝阴病片的378条 肝乌吐咸摹头疼者 乌珠于汤主治 指甘胃两寒 拙音上腻 所以可见乌珠于汤 它的失音症 病位主要在甘胃 病性主要是虚寒 病位在甘胃 病性是虚寒 对于含性的呕吐 这是甘含范围 也有哨音含血范围的 那就是377条 偶尔脉弱 这个脉弱是正虚 小便腹力 这是阳部射阴 身有微热 如果这个身有微热是阳气来腹的话 应当出现手脚转温 而现在身有微热 反而见到觉冷 这不是阳气恢复 而是虚阳外跃 虚阳外浮 或者说是阴胜阁阳 因此张仲敬说难治 那么这个呕吐 显然就是 哨音含血上腻 哨音含血上腻 未施合降所造成的 哨音含血上腻 未施合降所造成的 治疗用丝尼糖 甘含范围K2 哨音含血范围K2 下面我们看379条 偶尔发热者 小柴虎汤煮汁 呕吐又半有发热的 用小柴虎汤来治疗 这一条层次相识 在什么地方遇到过 在太阳片遇到过 说偶尔发热者 柴虎汤证据 翻译他要下制 柴虎汤扔带者 赋予柴虎汤 比蒸蒸而振 确复发热 和初尔解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一条 我背的可能也不是太准确的 见到呕吐和发热 一般公认这是少阳病 胆热范围 就出现喜欧 多欧善欧 而这个发热呢 是胆腐欲热 少阳病的热性有两个 携带经的时候 正邪纷争 互有进退 表现是往来寒热 热欲胆腐的时候 他就是表现的持续发热 当然 胆腐欲热 胆热半胃 用小柴虎汤 是正治之法 这一条放到了绝阴病片 怎么把一个少阳病症 放到了绝阴病片呢 所以后世一家就认为 这正是绝因脏邪环腐 阴病出阳的表现 因为在太阴病片 有这样的条文 说商寒迈福尔环者 商寒迈福尔环 手足自温者 此为系在太阴 太阴者身当发黄 若小便自律者 则不能发黄 至七八日 大便应者此为阳明病业 大家还记得这条吧 这是太阴施着不化 日久从阳明造化 而外出阳明 我们把它叫做 太阴外国阳明症 也把它叫做太阴病 藏邪环腐 阴病出阳 在少阴病片 我们曾经谈到 少阴病八九日 医生手足近热者 以热带膀胱 必变血也 这条还记得吧 一个少阴病 过了八九天 少阴病不应当 有一身手足近热 结果它就出现了 一身手足近热 因为少阴病要 少阴病要发热的话 它是发热的同时 伴有手足觉冷 那是阴胜阁阳啊 现在出现了 一身手足近热 而不是手足觉冷 那就不是阴症 而是阳症 这就是少阴 外国太阳 少阴外出太阳 不是太阳精 而是太阳腐 太阳腐有热 热泼血旺行 就可能出现尿血 低电血就是尿血 所以少阴病 有外出太阳的 太阴病有外出阳明的 难道绝阴病 就没有外出少阳的吗 所以就把偶尔发热者 小柴虎汤组织 看成是绝阴脏血 环腐 阴病出阳 以此来体现 三阴三阳之间 病症的相互转化 三阴三阳之间 相表里两经之间的 在发病和病理上的联系 这是我们从阴阳两经之间的 关系的角度 来讲379条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379条 我们说绝阴病 不管哪一个症候 它都是两极转化 下吏 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呕吐 也应当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我们刚才讲的 不注意汤症 是干含范胃 这是含 讲的思逆汤症 是绍阴寒血范胃 也是含 那么我们现在讲379条 偶尔发热者 小柴虎汤组织 可以不可以把它当成 干热范胃 胃气上腻 干有热 它也发热 干热范胃 它也会呕吐 干热范胃 胃气上腻 同样也可以用 小柴虎汤 所以 偶尔发热者 我们既可以把它当作 绍阴 丧血 还腐 因病出阳 也可以把它当作 干热范胃 这样就使 绍阴病片的 呕吐的症候 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体现了绍阴病 两极转化的 这种特点 下面看 376条 欧家 有雍农者 不可治 欧 农尽自愈 所谓 所谓欧家 就是平素就经常有呕吐病的这个人 平素就经常有呕吐病的这个人 有雍农者 雍农就是体内有化农性的病造 其内有化农性的病造 这显然是毒热内圣所造成的 当它出现吐农血的时候 这提示了雍农破溃 雍农破溃的吐农血 实际上是机体排农 给农毒已出入的一种方式 内脏的化农性的感染性的病造 破溃了化农了破溃了 通过呕吐排出体外 这是排农排毒的一种方式 这种呕吐 你不要用何谓降溃脂氧的药 这就是说不可制呕 你不要用何谓降溃脂氧的药 来制止它吐农 农尽自愈 把这个雍农中的这个 农血吐干净了 它就不再吐了 技术这一条是告诉你 有时候呕吐是机体排农的一种表现 你不要强行的直吐 就像太阴病 少阴病 当他们自愈的时候 像太阴病 随暴凡下立日 施欲行 必自止 此体加时 否会当去故也 那个下立 你不要去止下立 那是机体 阳气恢复以后 排泄体内的 施着 邪气的一种表现 是给邪气出入的一种表现 你不要用止泄的方法去治疗 少阴病 也有自立而喻的那个条文 那种自立 也是哨音阳气恢复以后 排泄体内的 寒式邪气的一种表现 那种下立 你也不要用止泄的方法来治疗 关于锦衣病篇 所附的下立的症候 所附的呕吐的症候 我们就都谈完了 无论下立也罢 无论呕吐也罢 都体现了 或寒或热 或虚或食 这样两极转化的特别 而在这里头 非常重点的方症 有白头翁汤症 有乌珠鱼汤症 这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解音病还剩下一点点内容 我们只好留在下次课栏上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